第31届飞天奖 她的努力和付出也换来了观众的认可 即使在宣读获奖名单是孙丽的时候 虽然落败飞天奖 但蒋星一直保持大度的微笑 为孙丽鼓掌点赞 但是有多少人发现 蒋星在今晚流出了热泪呢 原来半奖力播放《海棠一九》 周恩兰和邓颖超的生活片段 展现了近30年来中国巨大的城市化进程 和中国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 蒋星看到后感动落泪 对此网友表示 面对国家情怀 蒋星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土石无华 她心中对国家对老一辈人 是一种淳朴的热爱 也是对现在幸福生活的感激之情 大家喜欢这样的蒋星吗 希望她能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